就让我们掌声来欢迎行政院政务委员唐恒委员 大家好 非常高兴能够来这边 然后这个麦克风目前传导的声音的能量很好 所以我从头到尾口罩也没有要拿下来 大家应该听得还很清楚吧 还OK 那就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 在接下来大约50分钟的时间里面 我的演讲基本上就是以各位的问题作为我的讲题 不过因为我看了一下时间表 这个大家中间这个时间排得很紧 所以我应该还是会keep在40分钟左右 如果大家OK的话 在这个过程里面随时大家如果举手的话 举手发问的有限顺序是高过萤幕上的 但是萤幕上有个好处 就是它是匿名的 所以你想到什么就可以问什么 举手要稍微鼓起一些勇气 另外一个特色是可以按赞 你在扫了这个QR Code之后 或者如果扫不到QR Code的话 可以手动输入slido.com 然后输入1228 警号不用输入 不管是用QR Code 还是用slido.com1228的方式 你都可以帮别人已经问的问题 也可以按赞 那按赞数量越高的越会浮到上面 我就知道说在上的朋友有10个人有20个人喜欢我先讲这一题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工作就比较容易 因为我就比较知道说 大家比较愿意我花时间在什么上面 这个也是一个服务创新 我们公务员就是公共服务员 我们也是服务业 所以这样子就可以让我们可以比较好的服务到比较多的人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我们也要照顾到没有手机或者连不上网路的朋友 所以我每次一开始都要讲 举手的有限顺序高过荧幕上的 这样OK 我们时间空间结构都没有问题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开始了 有五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请问唐方正伟你治理辅助社会企业 而创新对于社企团是很重要的元素 但是社企要变成可以自立自路的新创企业 这中间还有许多要克服的因素 可以怎么看这中间要克服的问题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社企当然大家都知道 是用我们的市场的方式来解决 解决社会环境的共同问题 所以它跟传统上面 就是你先创业之后 然后再来想说 那我怎么样子通过CSR等等 它最后可以说是殊途同归 就是最后都是要解决大家共同的问题 只是你是先从一群人开始呢 还是就是社会这边开始的呢 还是先从一笔钱开始呢 就是先从企业这个地方开始 那当然就是即使是从一笔钱开始 也有财团法人这种方式嘛 就是说我在做的任何事情 我都要继续 即使稍微有一点盈余什么 也都必须要重新投入到这个使命里面 那传统上面 当我们在发起这样子一个社会上面的一个创新的时候 最大的困难就是说第一桶金到底要哪里来 所以很多的社会企业它采取了一个策略 就是它采取公司的形态 在一开始推出一些产品或者服务 在它制作的过程里面 就已经先解决一些社会或者环境的一些问题 我举例 好比像说 像我们现在有很多做循环经济的朋友 他们做的吸管可能就已经不是塑胶的材质 它可以自动地分解 或者是说我身上穿的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就是用刚刚所讲的这个塑胶 它是大概12个回收的宝特瓶 加上5杯咖啡的咖啡渣 纺织成的咖啡沙 那在这样子的衣服的制作过程里面 它无形之中也在解决这个废弃物的问题 现在叫做循环经济嘛 对不对 所以就是像这样子的做法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一开始募到一大笔钱 只要我们的这个产品的生产线 或者我们这个服务的流程里面 不管是透过循环经济的方式 使用这种以前叫做废弃物品 但现在叫做很重要的原材料原物料 或者是我们服务过程里面 我们重新设计我们的服务 好比像说像洛水 他们就是运用就是在居家的 他可能出门不方便的一些肢体方面 有一些障碍的朋友 但是呢其实呢 他帮忙去做AI建模也好 帮忙去帮我们像现在这个 我们在的这一栋很大的大楼 去做叫做BIM 就是它的资讯系统建模 把一个资讯系统建模成 这个大楼里面所有的建筑物啊 砖块啊管线啊等等这些流程 他们在家里做 跟他们在身边做 其实是一样的 并没有什么差别 所以这个时候他无形之中 也把这种居家服务的这种概念 变成是说 但是其实这些身体 比较有障碍的朋友们 他也可以服务整个社会 不是说只是要整个社会 对他们提供服务 当然那一部分还是必要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不管是你在服务流程里面 重新设计 或者是在产品的制程里面 重新设计 你一开始就是社会企业 你不需要等到赚了大钱 才慢慢往社会的方向移动 从第一课就可以是一个社会企业 所以中间要克服的问题 在我看起来只有一个 叫做accountability 这个字非常难翻译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翻译的一个字 我暂时把它翻成交代 给出交代 就是一方面要让你的员工 所有参与你的合作事业的话 所有你的这些社员 所有的内部的 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的伙伴 知道说他付出了他的心力 他真的怎么样变成 社会的或者环境的 共好的这个价值 二方面 这个过程传统上 只有你的股东知道 除非你是上市上规公司 不然只有你的股东 跟你的企业内部知道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 大家就是会对外 给出一个公共利益的报告 事实上按照金管会的公司治理 3.0很快 就是某一个资本额以上的 上市上规公司 你还不能不对外给出 这样子一个交代 一个永续的交代 所以对内有交代 对外有交代 这个就是双面交代 有这个双面交代 你就可以把 就是外部的利害关系人 跟内部的利害关系人 紧紧地连在一起 连接在一起 变成共同的价值 那这样子的话 组织起一个社会企业 就不困难 所以就有点像是我刚刚入阁 大概四年前 在亚洲跟矽谷 中间加了一个点 运用创新码 来连接亚洲 连接矽谷 那同样的道理 我们在接社会企业 这个业务的时候 也是在中间加了一个点 透过创新 来连接社会 连接企业 不是说 当年亚洲矽谷的时候 不是说台湾要 变成另一个矽谷 不太可能 但是也不是说 要把矽谷全部亚洲化 这个也不太可能 但是台湾可以透过创新 作为亚洲的文化 跟亚洲这个试验的场景 跟矽谷它能够解决的问题 还有它造成的问题 这两个中间的一个 解决方案的提供者 那当然现在像今年的 就业金卡等等 都是表示说 我们把自己定位成 透过创新来连接的 这样一个角色 不管是亚洲点矽谷上 或者社会点企业上 我们当作这个点 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第一个问题 通常会讲久一点 因为让大家有空破问题 有13位朋友们问说 这几年大家都在谈智慧城市 ALT大数据应用 也成为各个政府 推动的目标 请问这些创新应用 该如何落实上 命中更加有感 而不只是硬体设备上面的竞赛呢 这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当然一个智慧城 一个smart city 它的目的当然是要有智慧人 smart citizen 我们都是这个homo sapiens 现代智人 所以意思就是说 它的存在 smart city的存在 其实就是为了smart citizen 如果没有smart citizen的话 如果一个smart city 太过于聪明 导致人突然变成 这个stupid citizen 那这样这个smart city 它就是走在 错误的方向上面 所以这个概念叫做empowerment 那empowerment 这个就是empowering your citizen 这个也不好翻 对不对 有人翻成这个培力 有人翻成增能 这两个大概是最常翻译的 我现在都翻成增幅了 因为增幅比较容易记 所以就是empower 大家市民跟市民之间 公民跟公民之间 我们本来没有把它想成公民的 好比像说16岁的朋友 他还没有投票权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也可以已经透过 公共政策网络参与的方式 去提案说 那不如我们把塑胶吸管 全部都变成循环的吧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议 这位朋友 他提案的时候才16岁 现在才19岁 已经是我们行政院 这个开放政府 院级推动小组的委员了 对不对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就知道说 不是传统上有公民权 才是公民 任何人只要愿意 一起想公共事务 那就是公民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透过公民来参与 设计出来的smart citizen 设计出来的smart city 那这样子才不会变成 所谓硬体设备上面的 一个竞赛 那有的时候呢 其实只是一个 很简单的概念而已 好比像说 像大家一定都经验过的 就是口罩实名值 1.0 2.0 3.0 4.0 的这个过程 我们一开始 其实也可以是硬体设备上的竞赛 大家在去药局排队之前 就是2月6号之前 其实我们在1月底的时候 已经有一个案子 放在我们桌上 就是我们的实名制呢 是透过便利商店 但是只能用记名悠悠卡 记名一卡通跟行动支付 来进行购买 那这个道理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你是记名的卡嘛 所以它自然就可以完成实名制 那便利商店 大家也比较习惯等等 可是这个案子呢 我们最后没有采用 为什么 因为有很多的长者也好 有很多的朋友也好 第一个 他如果到了便利商店 便利商店的店员 一面在冲咖啡 然后一面提醒他说 你戴口罩洗手 不洗手没用 那第一个店员 未必就真的 就是讲得很有说服力 那第二个 大家对于店员那个信任 跟老人家对于 他已经认识的社区钥匙 他慢性连续处方前 都是去那边拿的那位钥匙 这个信任感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最后呢 舍弃了 乍看之下 好像是比较有效率的那个方法 但是运用了一个 让社会连带 能够彼此加强的一个方法 然后慢慢地呢 再把就是 真的没有办法去排队 因为他一个人住 健保卡 也不能给别人 工作时间很长 那赶快用手机预订 把它补上 那等到大家都已经了解到说 带口罩就是不洗手没用 的这个事实之后 我们再开放了便利商店的预购 是有一个次序的 那这样子的一个例子 就告诉我们说 只要这个社会连带足够强 那这样的话 它的民众有感 就不是只是 由上而下的这种有感 而是 就是它是完全horizontal 是跨部门的 那由民众先想出很好的主意 像当时那个什么 不要吓到吃手的时候 那个也是乡民想出来的 就是说我们戴口罩 主要为了的目的 是不要让自己 没有洗过的时候 碰到自己的脸 这句话就已经是社会创新 因为这样子讲这件事情 比较多人会愿意带 因为比较多人会愿意提醒别人带 那有这个社会创新的基础 那公部门在增幅 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这就是people public partnership 那当然最后便利商店再进来 把它延展到全国各地 那这就是people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是由社会部门带领 公部门增幅 然后经济部门把它延展 这样的一种创新模式 有14位朋友们问说 数位身份证有怎么样子的安全的措施 如何保护我们的隐私权 刷数位身份证的机器 到底是谁做的 这个是三个问题 虽然第二个用了惊叹号 我就把它先看成问号好了 那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子的 就是我们现在所用的身份证 就是所谓的六代卡 它当然都是有纸面的防伪的 这个安全措施 那这些安全措施呢 有一些是你稍微转一转 就可以识别的 有一些是要用紫外灯 如果大家有拿过紫外灯 拍自己的身份证的话 会出现非常非常漂亮的 那个图案 需要紫外灯的 就是需要特殊仪器的 就是在介于有被破解 跟没有破解之间 不需要额外仪器的 都已经被破解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 现在只要你的身份证 曾经有过拍手机上传 或者是你在出入大楼或停车场 曾经换证给过别人 别人有机会 拿高解析度的手机拍正反面 那做出一模一样的 一点都不困难 我可以很负责地说 一点都不困难 那也因为这样整个社会 都有所改变 就是说 你要就是办手机的门号也好 或者是在银行开户也好 身份证就没有什么用 它一定要你给第二张证件 也就是说 内政部的这张反伪的公信力 现在是弱于好比像说外交部发的护照 或者是卫福部发的健保卡 它变成三个主要证件里面最弱的那一个 从防伪的角度来看 那所以 当然内政部最一开始的想法就是说 那我们就很简单嘛 一方面我们不要用纸 我们去用就是多层次的 那个 就是它叫PC啦 是一种很特殊的这个质卡的一个方式 那个有半透明的照片 浮在空中 之类之类的 所以就算你不需要使用特殊仪器 这个防伪基本上是比较难破解的 可以说是也很负责任的说 十年之内不容易被破解的 那另外一方面呢 它又再加上了说 那如果你有就是 就是机器读取的这个功能 其实现在六代卡背面也有了 你扫那个条码的话呢 它用所谓密码学的方法 去确保说 那它从数学上面 这个也不会被破解等等 所以它主要一开始 是为了一个防伪的做法 那具体的做法 如果你找New空白EID的话 内政部有一个专门的网页 去说明这些新的防伪的技术 那因为今天不是防伪技术论坛 所以我就不在这边讲防伪技术 不过那也很创新 说真的很创新 我们在 我记得三倍券的时候 我们当时本来也要用一个 就是防伪技术还可以的那个制程 因为它比较快 那数位的呢 因为数位的其实我们早就写好了 那纸本的要跟上数位的的话 那我们就当时要用一个比较容易的那个制程 但是后来中央印制厂就提醒我们说 以他们的专业 因为我们这个毕竟还是要用到年底 不要到年底 那个就会被破解了 所以后来这个应该没有错 对不对 这个事实如此 所以当时中央印制厂就说 那不如我们用印钞票的技术来印 这样子就不会被破解 所以中印在这方面 真的是投入了非常多的研发 非常多的心力 所以我想这部分的安全措施 如果对于中印的安全措施有兴趣的话 就找New空白EID 网络上面都有 那如何保护隐私权呢 我现在就可以跟各位说 六代卡你就不应该换证的时候交给别人 真的 因为就是一翻过去 就是不管是父母的名字 如果有配偶的话配偶的名字 你家住哪里等等这些 其实你只要换证就是证卡在人家手上 然后你不在它旁边 那这个时候它要复制 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成本 也不会留下任何记录 那所以这个就是尽可能 就是你如果它是当面的验证 那你知道它手上面有一个拍摄的相机 它后面没有一台相机在那边拍 这个情况当然就是验证是可以的 OK的 但是换证就是把六代卡 留现有的六代卡 留在人家手上 这个就真的不要做 这个是保护自己的隐私权的第一步 这个不管未来七代卡防尾好或者不好 还是怎么样 未来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人知道 现在六代卡的防尾是已经最不好了 但是我们英文叫做 nowhere to go but up 就现在已经在最低点了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就好像如果有人要拍你的信用卡的背面 你会给它拍吗 如果有人要影印你的提款卡的背面 你会给它影印吗 你当然不会啊 因为后面是类似密码 读取码的东西 那三个数字如果人家有了 明天就帮你刷卡了 所以就是把自己的身份证签看作是 至少不要像就是我们觉得 好像任何人都是明信片一样 随便就可以放在其他人手上 这个是保护自己隐私权的第一步 这个是这样具体的回答 那最后就是刷这个身份证的机器 是谁做的 当然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份证 它其实理论上只有灵魁验证 但是如果大家有跑过那个线上开户 或者是什么LinePay什么的流程的话 会发现说它已经被误用了 它已经变成透过网路身份验证的一个方式 也就是说是靠你自己手机的镜头拍 而且它去透过字元辨识 好比像说我的名字就被辨识成唐凤凤 因为它的这个AI都是训练三个字的模型 它不认识这个两个字的名字 所以中间的那个地方呢 它其实好像有点花纹吧 它就自己脑补一个字进去 那所以呢这个很麻烦 而且你还要去纠正它等等 那其实最大的问题是 你如果正反面都拍过去的话 那么不止你自己的手机要非常安全 对方接受到这个光学的 也必须非常安全 在中间如果有任何人截听了截图了怎么样 它又可以伪造出一张一样的东西 还包含上面全部的这个个子 所以目前刷数位身份证的机器 当然理论上是读卡机也可以 但现在六代卡的机器呢 目前实物上就是相机了 那相机 手机的相机是谁做的呢 手机的厂牌是谁 它就可以去挑哪一个相机来做 所以你的手机的厂牌也很重要 所以还是建议说如果是要透过网路做身份确认的话 尽量地用不管是我们TW FIDO 或者是自然人凭证 那这个倒真的是比较安全的 你如果用自己手机的相机去拍自己的身份证 你还要帮对方接收的那一端的光学装置 还要去保障它的可靠性 那所以这是一件事情 那当然未来如果数位身份证是有 我们在资安测试嘛 如果有资安测试的话 当然资安测试的人会把 可以接受的型号的读卡机 内政部现在有一个列表 已经公布在网路上 每一个都也把它变成测试流程的一部分 那就要确保说 之后每一个这个部分 都必须要是透过我们的标检局 透过我们的CNS的这个验证 标检局 对 我想这也是很重要 那标检局其实已经有一个 IoT相关的验证的机制 那我们不管是透过共同供应契约等等 会确保说有这样子一个白名单 大概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处理 有12位朋友们问说 反请唐振伟为在场大家说明一下 关于创新的应用 在各个产业如何真正的落实 如何实际的应用 以及政府的单位 有没有相对应的辅助的系统 那我可以讲我有参与的 就是总统杯黑客松 那总统创新奖的部分 我可能没有这个身份在这边讲 因为我好像没有参与选拔 不过总统杯黑客松也是总统府指导 所以在这个场合奖应该也还OK 我们的总统杯黑客松 每一年会选出五个团队 那他跟创新奖有一个比较不一样的 就是说这些团队大概都是 从一群松散的社群开始 就是从社会部门开始 它类似一种社会运动的那种感觉 那这样子一种社会运动 我举例好比像说这一堆人 叫做台湾好职地 那他们的做法是什么呢 他们就是去拜访 包含桃园市政府 林务局等等 去把所有这些国家拥有 但是上面目前没有在做任何事情的这些地 他们透过AR技术 就是你可以用手机直接模拟 如果在这个地上面种满了树 哪些树种跟什么规划 比较适合这一块地 他们叫台湾好职地 那这样子的话 大家就不会就是完全脑补 大家就可以就事论事地去谈说 那如果种了这些树的话 在地的朋友 社造的朋友 社区大学的朋友 12年国家新课纲底下 所有正在备课的老师们等等 有没有可能把这个 变成他们每天都会来一起灌溉 literally一起灌溉的这些作物 那这些呢 做法 不是做 这些做法 它就会变成说 那每个人都好像是他的邻居吗 那这棵树好像也会跟你讲话 不是艾法达电影的那种讲话 但是它可以透过这种AR 就是让你觉得更亲切 那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对于公有地怎么样子去使用 更快地达到一个共同的价值 那也让我们的节能减碳可以更快地去达成 那讲到节能减碳 那这边有另外一个团队叫做CircutePlus 那他们做的是叫做凤茶 凤茶我们知道是台湾这个古老的 悠久的一个文化 就在一棵大榕树 不一定榕树啦 总之大树底下放一个茶壶嘛 那任何人经过都可以自己 就是有自助饮水机 以前的自助饮水机 都可以自己就是倒一杯茶 那但是呢 我们现在呢 其实很多朋友 他出门的时候 自己没有带水壶的习惯 所以他口渴了呢 并不是去饮水机或凤茶 他就是跑去到处都有的便利商店 然后去买新的宝特瓶 那虽然95%的宝特瓶都回收了 有些变成衣服了 那但是也有5%的宝特瓶没有回收啊 所以我们怎么减掉这5%的宝特瓶 这个就变得很重要 所以他们就做了这样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就是说 你随时都可以看到附近有哪些 他们叫做凤茶点 那有一些呢 是我们当然环保树的饮水机 但是呢 也有一些真的是在地特色的店家 他愿意免费地让你就是倒温水等等 但顺便也可以介绍一些在地的特色给你 所以呢这个是有点地方创生的活动 但是呢 它是运用一个好像精灵宝可梦 这样的一个界面来做 就是你一打卡 说这是冷水 热水 冰水 温水 到底喝起来有没有什么甜味 可以在底下跟大家讨论 聊天 留言 赚金币 赚了50个金币 就是连续这样子做了50天之后 还可以换什么格外农品啊 什么之类的啊 一些社会企业的一些产品 那然后还有什么大道成巡礼任务 可以解锁新关卡 反正就是宝可梦有的它都有啦 大概是这样 那所以等到你这样连续玩了50天 突然之间就是这个手上的水壶 就从破关需要的道具 变成你随身一定会携带的东西 因为你的新的习惯就养成了 养成之后 之后就绝对不会再去浪费地去买 新的宝特瓶 而且忘记回收 那再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另外一个团队他们就是去分析说 那如果现在已经39度快40度 但是呢因为以前台湾很少连续这么高温 所以大家不一定会有这种温度的时候 你就应该赶快去装水喝 的这样子一种反射的反应 很容易就中暑 那所以这样子中暑热伤害 它是有这样一个试算的方法 这也很创新 它运用健保的资料库 去算说不是只有气温 事实上还包含它的风向 它的风速等等的 太阳角度什么这些 有很多的因素 那当然包含自己 有没有一些慢性的症状等等 那这些全部加在一起之后呢 只要他觉得你应该补充水分 他就跟这个凤茶合作 然后呢 你就会自动收到一个通知 说你现在赶快补充水分 那不然的话你真的很可能中暑 所以我讲这些创新的应用 这个是今年有五个卓越团队 其中三对 我讲这些创新应用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中间有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概念 就是它并没有一个 先创新再真正落实的 这样子一个线性的 它是先从大家分头正在落实的 已经有些人在用水壶装水了 已经有些人在公家地种树了 已经有一些人在研究 事实上研究了好几十年 就是怎么样子的情况之下 人会种树 但是呢 这些研究者 这些社会运动者 这些产业界的朋友 尤其我们中小企业的朋友 非常愿意 也很好客 说不定他家里本来就有凤茶的传统 那所以就是有人看到凤茶两个字 有人登高一呼 那大家都愿意响应 那愿意响应的话 人跟人之间的连结 就连结起来了 那我们的辅助系统 在总统的黑客松是什么呢 就是这五个卓越的团队 每一年 他都会得到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奖杯 是没有奖金的 这个奖杯呢 它是台湾的形状 东半部 西半部 两片窑草玻璃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底下呢 是有一个投影机 只要一投影 就会投影出来 总统颁奖给你的画面 这是我们的神主牌 那然后总统就会承诺说 你花这三个月 所做出来的跨部门的 社会的创新的运动 我们承诺纳入国家政策 那我们会在接下来一直管考 管考到它落实为止 所以本来只有在一个特定的 像刚刚不管在桃园 或者是说 在可能东部的某一个乡镇 或者像之前台水参加的时候 是在基隆的小区 或者是之前卫福部的 照护司参加的时候 是在兰宇 等等的这些很小规模 但是在那边已经运作得 很好的社会创新 那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把它增幅 我们确保说 接下来的年度预算 或者特别预算 就会把这个涵扩进去 所以我们刚刚大家听到 很多创新的例子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 总统被黑客松可以做的 就是去增幅 那我们从明年开始 我们这个承诺 也不是只是给我们的国人 我们也有国际组 所以如果大家有 就是认识各地的朋友 全球的朋友 当然我们很难承诺说 它就是立刻会在全球实作 我们毕竟不是全宇宙的 对不对 的政府 那但是呢 无论如何 我们可以说 那台湾愿意来当 你的这个全球适用的想法 的第一个试点 这个程度我们还可以答应 所以如果感兴趣的话 欢迎关注 总统被黑客松的网页 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辅助的系统 好 有16位朋友们问说 数位发展部 是最近政府族改的一个热门话题 但是如果是推动业务的部 如何跟其他的部 进行分工 进行区隔 而其他的部 是不是就归于类比部 就是不数位的部 那还是说 您认为 如立法院 苏乔会员建立了 是成立数位发展委员会 以行政医院的高度 来协调各部会 来推动数位 这个我们行政院组织法里面 确实就是它是把部跟会 列在不同的条文里面 那大家也都发现说 确实它要么就是要变成一个 有一点协调能力的部 那这当然可以在组织法里明定 或者有一点执行能力的会 这个也要在组织法里面明定 那所以其实这两个是同一个概念 就是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意思就是说 它都要同时有协调跟执行能力 只是说到底以哪一个为主 有一点好像难以决定的 这样子一个感觉 那我是曾经公开地提过一个想法 不过人性行政总处 还是这个的主则机关 而且人总没有理我的想法 所以这就是我的个人想法而已 不过也跟大家分享了 就是如果在行政院组织法去看 所有的部 所有的会的列表之后 下一条是什么 下一条是国立故宫博物园 所以国立故宫博物园 它是内阁的这个成员 而且不属于部的系统 也不属于会的系统 我常常去跟故宫博物园的院长合作 他们的很多的包含说明卡案 包含有精神展 包含他们的就是那套 就是ticketing system 就是入园的购票系统 我们都有用设计思考的方法 去跟它重新设计 所以我觉得说如果有一个国立故宫博物园的话 我们当然也可以有一个国立未来博物园 你知道一个是过去嘛 一个是未来嘛 听起来非常的对称 那所以不管你是把它叫做未来博物园 还是叫做数位博物园 它都不受布根会的组织法的影响 不过可能这个概念比较超前 所以目前还没有人理我 但是我一直觉得说所谓的创新 是就是往新的看的话 由创而新 就是布根会中间 它在组织法这个层级上面 确实是有一些汉格的这些地方 我们真的或许是可以 用一种创新的方法去看这件事情 那当然我并不是说一定要叫做博物园 这只是说用创新的方法 也许可以跳脱布根会的 不同的这种组织法上面的限制 有12位朋友们问说 今年得向这个黄院长的创新 是在整个医疗体系概念 也就是一条龙的改变 那我协调布会的经验 这个要如何整体地落实 这非常好的问题 以我的经验 其实最重要的 就是要让大家先有共同的体验 有共同的体验之后 才有改变的可能性 我们常常会发现说 如果一个人他从来不知道 说在榕树底下可以放一个茶壶 你奉茶的那个样子 画得再漂亮 那个简报做得再精美 其实它还是没有感觉 但是只要你把它带到一个榕树下 真的有一个大的茶壶放在那边 然后大家倒个茶 慢慢就是喝点东西等等 那主人呢 没有在任何地方 因为这是一个很自助的概念 只要有过一次这样子的体验 你实际的体验也可以 VR的体验也可以 我们发现用VR体验这个 也会达到相同的效果 所以不管是在虚拟实境里面 还是在实际的实境里面 只要有过相同的个人经验 改变忽然之间就变得很容易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说 好比想说要推远距医疗 那这样子的话 所有关于远距医疗的 我们工部门的这些政务官 可能都要实际上去操作 那个Da Vinci 就是远距开手术的那台机器 我还真的操作过 操作过之后 你脑里面对远距医疗这四个字 它真的有很多个人的体验 就会开始放进去 所以我们在创造的就是 尽可能让这种小规模的试点 不管是透过VR 透过这种视讯的彼此来连接 透过我们社会创新的巡回 透过我们新政院的青年咨询委员会 把大家带到他去做设造 做地方创生的现场等等 反正无论如何 就是确保各部会 12个相关部会的朋友 设创相关的部会的朋友 全部都有一样的个人体验 我们发现有这个之后 非常容易谈 什么事情都很好说 但是如果没有个人体验的话 你乘上来的 它不管是一页的A4 还是说横向的一页 也是A4 就是简报了 不管是直的文件 还是横的简报 因为它脑里没有对应的个人经验 所以它可能很专业 它事实上很专业 觉得自己解决了很多问题 但是因为没有个人经验 这个解决的方式又创造更多的问题 这是非常常见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有共同的体验 非常的重要 那VR的科技在某些情况下 好比像说我们在讨论 关于爬高山 向山致敬 或者是去海域的活动 向海致敬 那这些题目 VR还真的很有用 并不是大家都有那个体能 跑到那些地方去的 那这个真的 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有八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最近很多人关注数位发展部啊 他说你认为数位产业的发展 是不是一定要需要用大规模的主改才能够推动 或者是用设创的模式呢 也可以借进啊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 其实如果是看总统政见的话 他讲的是数位的专责机关 数位专责机关 也就是说专责机关的意思就是说 总有人跑不掉了 你去找他的话 他一定在那里 但是并不是说一定是一个执行者 一定是一个纯粹的协调者 或者是什么的这个角色 重点还是在专责 就是他跑不掉的这个意思 那这个是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太多的事物 当它发明的时候 在数位世界存在的时候 在实体的世界 是没有一个相同的东西的 我们把实体世界的东西数位化 一张纸大家扫描 一个照片大家拍个照 这个大家都可以想象啊 但是当我们在讲 好比像说 我们可以让 想要研究健保资料库的朋友 透过合成的资料 去看2300万个模拟市民 没有任何一个是真的人 但是竟然算出来的平均值 什么都还一样 这个叫做 就是对抗式生成网络合成资料技术 这个在数位的世界里面存在 在实体的世界里面 没有任何跟这个像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很难去说 那我现有的哪一个机关 来当这种技术的专责机关 去做隐私保护 真的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现在在讲的时候 都只能用比喻的来讲 就是说 好像说 如果也有在场 比较吃素的朋友的话 以前的那种素肉 你一吃就知道它是豆皮 或者是蒟蒻 但是现在呢 已经有未来肉了 已经有新猪肉了 已经有很多就是崭新的科技 它真的是素的 但是我如果不告诉你 素你是素的 你吃了完全没有任何 觉得说它是素的感觉 那这个就是高品质的 合成资料的这个用法 那就有人要用比喻的方法 来讲这件事情 因为它真的只存在数位世界里 而不存在这个实体世界里面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专责机关 仍然是很重要 但是这个专责机关 它到底是解释 所有这些事情 让各个部会了解 还是它是自己就跑去执行 其他部会不了解也无所谓 那我觉得这都是过犹不及了 大家其实我觉得 共同的价值都是一样的 希望同时有这个专责 就是负责人的角色 那给出交代的时候 也是说人话 不是都是说Python 或者说JavaScript 就是说人话 那让其他的部会 也能够开始了解 也能够做数位转型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数位不是只是Binary 不或者会 连二选一 这个叫Binary 就是二进制 两个只能选一个 但是我们平常在用的 都是实进位 Digital 是十只手指头的意思 所以说不定 除了这两个选项之外 别的选项确实是如此 好 我们还有六分钟 那在七位朋友们想要问说 在科技大未来里面 青年的学子 是一个很重要的胜利军 想请教唐夫政委 如何把SDGs的 十七项发展计划 跟我们的108的课纲 搭配结合 除了让学生能够更早地贡献 投入参与社会 也能由下而上 影响家长 影响校园 创造出更多创新 夸语的合作契机 当然这十七项永续发展目标 在我们做新课纲 总纲的时候 联合国那边还没有通过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 就是说我们继续等 等到他们什么时候通过了 我们才颁布总纲 不可能 但是好在新课纲是柔性课纲 所以意思就是说 其实教师的社群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因为到最后是 每一所学校自己的课发会 在决定他要做哪些 校定必修 校定选修 加深加广 素养融入 自主学习 等等的这些课程 所以如果这些老师本身 对SDG有概念的话 其实我们总共是不用改的 我们只要在教师的增能或增幅 的赔力的过程里面 去融入这些概念就可以了 我最近才有跟孟德恩次方社群的朋友 对谈 王振仲老师 所以我就发现说 其实他们现在都已经 在用跨领域的方法思考 这个也有可能是因为 在高教端 我们的大学社会责任 在现在就已经是用 实际向勇去发展目标 169个具体目标的方式 来去编列大学社会责任 他的经费 以及他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所以因为国教端呢 有一些还是要衔接到高教端 因为毕竟18岁 还不是马上就成年 很难违抗父母 所以这个情况下 就是他要到高教端的时候 他也要预先了解SDG的一些事情 所以一方面我觉得教师共备的社群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那另外一方面 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要鼓励大家 在国教端就运用我们叫做 Purpose Based Learning PBL的这样子一种方式 我们在以前呢 有些是说Project Based Learning 老师出一个题目 大家是围绕这个题目 一起合作解决 而不是彼此竞争 这个很棒 但是呢 这个毕竟是老师出的题目 所以慢慢又会变成 Problem Based Learning 就是学生自己碰到什么问题 那这样的话 大家一起集思广益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就更棒 因为他学习动机变得更好 但是如果老师又可以再引导一下 不是说我个人的问题 是我自己的问题而已 原来透过像总统被黑客松的这些活动 我们发现说 怎么样子去帮自己家里省这个电费 我想要找到说 家里到底是哪一个电器 正在浪费我的电费 那这个是智慧电表可以帮忙的 只要老师愿意把它稍微 带到这个地方来看一下 那它的Project 它的Problem 就变成Common Purpose 它就结合上了永续发展目标 因为来这边总统被黑客松的提案 每一个都必须要结合永续的发展目标 那而且呢 很多的学生也可以从这边开始去看说 那到底是哪一些资料 它有高的应用价值 所谓的High Value Dataset 好比像说像这个资料 就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资料 这个资料可以让大家在超市买饼干什么的时候 用一个叫做扫了再买的这个App 它叫透明足迹这个团体 你就可以看到不止这盒饼干的价格 也可以看到这盒饼干的价值 不管它是正面的创造好的环境的 或者社会的价值 或者是负面的 就是它以前被环保署裁发过 你都可以看得到 那当然最后还是你自己判断 所以像这种所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 的这样一个方式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推动循环经济 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所以我想SDGs持其项 并不是好像背书一样把它背下来 而是说在做每一个自己的习题 project 在去解决彼此校园里碰到的问题 problem的时候 大家都有个习惯 先去看一下 这个是怎么样的common purpose 老师可以多问学生 也多问自己两个问题 一个是说 大家都有不同的立场 但是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目标 有没有一些共同的价值 common purpose 第二个问题就是 有了这些共同的目标 那么有没有一些新的方法 可以解决所有人 在这个目标上面看到的困难 solutions that work for all work for all 那这样子的一个概念 其实就是创新的概念 这个创新不是牺牲一部分人 去成就一部分人 不是牺牲未来的世代 来成就这个世代 不是牺牲这个场域 然后去成就另外一个场域 而是真的 现在跟未来的世代 任何的场域 以及跨文化的进步 我们都可以是一起进步 那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 就是因为有common purpose 好 那今天现场到这边 谢谢大家